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玉蠶 歡迎收看玉蠶的不自然生態觀察 回頭我要查一下這是什麼樹 看到蝴蝶在那裡飛 在那邊長翅長翅 海啊海啊海啊 短牙鬼焰 下面還蠻多扁敲的 剛剛我在柑橘園在找鬼焰敲心蟲 裡面有一隻 還蠻多隻的耶 結果什麼都沒看到 不是什麼都沒看到啦 剛剛這隻只有看到扁敲而已 蠻多隻鬼焰的耶 都短牙而已 應該是逆光吧 這樣才順光 還蠻神奇的樹耶 這一棵已經乾了 這裡也有 還有 蠻多鬼焰的 剛才是看到這隻蝴蝶 我在路的對面看到這隻蝴蝶 這邊張翅 就知道這邊有樹枝在流湯 樹在流汁 所以我沒想到會這麼多 所以我沒想到會這麼多 兩隻扁敲猛蟲 然後下面有公蟲 大小多大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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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去吧 那回去吧 這隻不小喔 蠻大型的 鬼焰蝴蝦 鬼焰蝴蝦 鬼焰蝦 鬼焰蝦 小多大隻 冷塗 那小多大隻 有 台灣巨傘椅 臭巨椅 扁翹爺 還好比剛剛那隻還要小一點點 好多蟲 鬼怨跟扁翹 下面有扁翹躲在裡面 上面有扁翹 這顆好多虎頭峰喔 眼鏘、蝴蝶、虎頭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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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蝴蝶 下面都是扁翹 嘴不到膠耶 這顆最high的 超多 看到這麼多扁翹躲自己放鳳梨 直接不用放鳳梨啦 直接不用放鳳梨啦 大隻的扁翹、小隻的扁翹、虎的扁翹 然後還有鬼怨 想看後面這隻扁翹的大小子 還好沒有很大 球都打斷了 大發現 大發現 可能這種樹也會 這應該不是綠樹 這裡也有耶 短牙鬼跟無鬼焰 比較可惜都是短牙的 沒有看到中牙以上的 鬼焰在交配 如果想玩的話就帶這隻母蟲回去玩就好了 可是這個要養兩年多 太累了 還是算了吧 這隻公蟲也沒有特別大 後面就沒了 這最後一顆 中短牙的鬼焰 下次再見 掰掰